此情此景啊 让我想起当年的诗仙李太白 他承令高丽氏脱戌 杨国忠眼墨 唐某也要尝尝这种词吗 脱戌味太大了 是吧 就眼眼墨 怎么样 苏公子 要不你伺候伺候我 给我眼眼墨 你何德何能自诩李太白呀 公子不愿意 那就美人来吧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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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天我一定要找机会 好好地会会这个唐宵 老前 你什么大风大落没见过 怎么遇到自家人就稳不住了 放心 恶人自有天寿 那不有个替天行道的吗 莫爷 前掌柜 第几局了 第二局 第一局云相败了 这一局马上见分晓 苏公子为何在给唐孝言墨 唐孝这思一向孝掌 只不过找个机会 折辱苏公子罢了 如此看来 苏公子倒是胜了一筹 书姑娘 此话怎讲 苏公子自小锦衣玉石 不知百业艰难 只有一番历练 方之退一步 忍一失都无妨 胸襟气凉皆有长进 请吧 我有这么好看吗 你不知道回避吗 难道我写完你 直接大声说出来呗 你 你 你呀 比较圆润 上 给我挡着 得不许之声 要不许之声 要不许之声 好嘞 让 拆吧 来 查人 汤公子稍安勿责 让我再想想 这四选一可是一字已定得 无妨 伟人 来 随时等着开箱取字 应该会有什么 这可是关键 这就得说 小蓁要去讨价为奴了 老大眼睛 老大儿 大力不長 太快了 事情上去 脖子 吃我哭 sho 厚膎 都很笨